中国千年以来只有两个家族传承不断 一个孔家也被称之为严慎人 几千年以来一直在屈服 还有一个家族是哪家 提示一下 卢氏道 中国文化的根 道就是道 另一个传承千年的家族 就是詹甲 历代都被称之为詹天师 而詹天师就在江西龙虎山 好了 大家都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这个不是广告 只是作为一个江西人 看全国文理杀疯了 我压抑不住的想要 大家推荐一下我的老家江西贵西 也就是龙虎山所在地 也被称之为道教祖庭 这不是说出来很有气势的样子 对吧 祖庭 看给我几的用务 作为一个好奇心博主 我就好奇了 道教名声千千万 咋龙虎山成为祖庭呢 我承认我有不严谨的部分 但是道教其实有很多门派 现在主要就是两派 一个是正义派 也叫天师派 你在西游记里 水浒传里面看到的那个天师 这个天师 那个天师 就是他们家的了 还有一个呢 叫做全真派 没错 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面 王重阳建立的那个教派 而这当中呢 正义派相对推广的更广一点 也更多一点 而正义派的创始人 张道林 最早就是在龙虎山 这个地方误道大成的 那你琢磨琢磨 他在那个地方误道大成 那地方能差了吗 来看看 多的咱就不说了 就给你一个理由出片 啥叫出片 对不对 所有的女性观众都知道 对吧 就怎么拍都能给你朋友圈 凑足九专照片的那种 你去不去吧 你再犹豫 那咱再说 张道林呢 是正义派的创始人 但是哥们吧 在龙虎山悟道之后呢 他去了四川了 他的儿子呀 孙子也都在那 也成了一个教啊 也是最早的五多米教 后来吧 他的孙子张鲁呢 带着自己的兵 来了一句 您为曹公作奴 不为刘备善客 就全部的投降曹操了 要知道他那个时候是在四川啊 那是刘备的地界 到他儿子那没辙呀 但他待不下去了 就举家搬到龙虎山了啊 这是三国演义的桥段了 这不光人来了 这办公地点也签字了 以后每一代张天师都在这办公了啊 所以呢 这里叫祖庭长期驻扎办公的地方了 此后呢 各代皇帝要办个啥事 求个签 看个风水 除个腰 降个魔之类的 对吧 都上这儿来找张天师 你看水浒第一张张天师 挤狼瘟疫 红太威 雾走妖魔 那里边说的龙虎山就是这儿了 所以啊 别忘了 这里还能办事 求个签 对不对 多说一句啊 拍照出片的是在龙虎山 而求签看挂的是在龙虎山 山下的善亲天师府 最后差点忘了说了 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电视啊 叫艺人之下 横玉燦拍的 那就是在龙虎山取景了 然后呢 王学奇演的那个戴着墨镜 穿着潮鞋的天师 那就是张天师了 当然了 如果你带小朋友啊 这里更是一个千年文化的游学之地 去吧 能出片可求签 这两个理由够不够 最后呢 作为江西贵西人 我一直希望能非常非常名正言顺的 以及不被反感的情况下 介绍我的家乡 这是全国文旅刷疯了 我也算勉强找到机会了 其实我原本是打算写另外一篇 就是各地文旅刷疯了 背后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但是琢磨琢磨吧 这样的乐点能火多久呢 咱不知道对吧 可能错过机会 也不知道啥时候 能这么大张旗鼓的介绍老家了 最后 at江西文旅 at江西龙虎山景区 等哪天我的粉丝到60万 我再免费给你们宣传 大家记得要去